对于装修业主来说 装修一套房子最担心什么 其实 在我看来 不是怕过时 而是怕踩坑 小冬在装修行业做了十几年 服务过上百个业主 看过无数装修案例 对于装修中哪些是坑 哪些可以借鉴 都是心知肚明的 本期 我就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如果我给自己装房子 一定坚持这八步装 不想踩坑 和多花鸳鸯钱的 建议你耐心看完 一 不装深色瓷砖 别轻易相信 铺深色瓷砖高级又显档次 事实上 深色瓷砖很挑户型 如果你家面积小 或是采光不好的户型 盲目跟风深色瓷砖 翻车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我给自己家装修 我一定不会选择深色亮光砖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 深色瓷砖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耐脏 特别是亮光的 但凡有点水渍和灰尘 都看得特别明显 第二 深色瓷砖铺完的真实效果 是显暗又压抑 天气不好的时候 真的是无漆麻黑的 大白天的也得开灯 第三 深色亮光砖 还存在反光问题 一开灯 反射到天花板的灯光 不要太刺眼 综上 如果不想家里住着压抑 建议选择中灰或浅灰 如果做无主灯 建议选择柔光或哑光面地砖 避免反光问题 二 长红玻璃门布装单层 这些年 金属玻璃门几乎成了卫生间门的标配 相比于传统木门 不仅防潮稳定性高 而且 自带高级感还具备一定的通透性 所以 自然成为了每个家庭的首选 但我发现 现实中 踩坑长红玻璃门也不在少数 首先 颜色翻车就不多说了 因为不懂 没有选超白长红玻璃 而是选了商家默认的普白 结果颜色泛绿光 又丑又显廉价 其次 就是踩坑单层玻璃的坑 虽然单层玻璃的通透性好 但隐私性会大打折扣 上个卫生间 外边都看得一清二楚 特别尴尬 还有 自认为长红玻璃门很高级 结果家家都一样 显得装修很没特色 因此 我更建议大家选择灰油纱玻璃门 质感上会比长红玻璃更高级 记住 装双层带磨纱的增加卫生间的隐私性 三 不装悬空电视柜 这两年 鼓吹座悬空电视柜的风很大 什么简约大气 好看又高级 地面卫生又好打理 纵使施工成本高 价格贵也没能阻挡大家选择它的决心 装过悬空电视柜的 入住一年后 基本都后悔了 悬空柜下坠 变形 墙体梨缝 乳胶漆开裂 这些实实在在的缺点 尽数显现 所以 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 一定不会装悬空电视柜 我就老老实实地做落地电视柜 在实用和好看面前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再者说 落地式电视柜颜值也不差 没有下坠 变形的安全隐患 而且 同样没有卫生死角 关键是不要做钢架结构支撑 施工难度小 成本造价也便宜 四 不装吊轨推拉门 厨房吊轨门 是传统地轨门的升级版 不仅颜值高 而且地面无轨道 也省去打理卫生的烦恼 另外 出入也不用担心 老人和孩子会被绊倒 所以 这些年更受业主欢迎 也在常理之中 但是 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 我不会选择装吊轨推拉门 你可能会好奇 是什么原因 其一 吊轨门密封性差 因为吊轨门是悬挂式设计 因此 它的密封性并不好 炒菜时 会有油烟外漏的情况 而且隔音性也不好 其二 稳定性不如地轨门 因为自身重量的原因 推拉时 会出现晃动不稳的情况 其三 耐用性不行 因为它是靠 顶部的轨道和滑轮 来实现开关门 对零件的损耗特别大 时间一长 就会出现 卡顿和推拉不顺畅的情况 而且 维修率也高 当然 地轨推拉门 也不是完美的 但就实用和稳定性来说 都要优于吊轨门 5 不装盐板一体盆 装过上百套房子 我发现 家里装盐板一体盆的 大多数不是因为需求 而是纯属跟风 就觉得它好看 颜值高 装修有档次 结果入住一年后 苦不堪言 假如我给自己家装房子 卫生间洗漱柜 一定不装盐板一体盆 原因也很简单 首先 卫生超级不好打理 盐板拼接的地方 会有缝隙 这就导致藏污纳垢 滋生细菌是避免不了的 其次 实用性也差 台盆底部没有弧度 这就导致它下水慢 经常出现积水情况 另外 台盆浅 还会出现洗漱溅水问题 关键是 还有安全隐患 试想一下 盐板拼接处 都是打胶水固定的 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下 必然会有开胶 甚至脱落的风险 所以 建议大家还是选择 陶瓷一体盆 性价比高是一方面 关键是打理省心 还不用担心 有掉落的风险 六 不装肤感膜柜门 如果我给自己 加装房子 不管是厨房的橱柜 还是卧室的衣柜 柜门 我都不会用肤感膜材质 别看它质感突出 高级感满满 摸上去也是光滑细腻的 但它不耐脏 闲指纹 也是真的 就这一个致命缺点 就给我劝退了 现实中 也看过太多朋友抱怨说 当初是脑子进水了 才会选择肤感膜 装之前有多心动 入住后 打扫卫生 就有多崩溃 尤其是用在厨房 这些油污重的地方 那更是灾难现场 所以 不想踩坑的 就老老实实 做光面柜门 虽说也有不耐华的缺陷 但柜在意清洁 而且档次也够 同样也很美 七 衣柜布装玻璃门 除了肤感膜柜门外 还有颜值在线 高级泛十足的 衣柜玻璃门 我也不建议装 我承认 玻璃柜门 有它不可取代的优点 比如 视觉上更加通透 配合氛围灯带 看上去温馨又高级 透明的大玻璃 展示性也强 所有的衣物一目了然 但如果隶属它的缺点 也是一大推 玻璃面材质 一流水渍和指纹 不好擦 其次 衣柜东西太多 就会显乱 整体颜值下降 所以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整理 另外 玻璃还有怕撞击 怕磕碰 一炸 一碎的风险 综上原因 不建议大家装玻璃门衣柜 居家过日子 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 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好擦不怕碰 关键是隐私性强 内部衣物可以随意摆放 八 不装金刚网纱窗 虽然标准的金刚网纱窗 自身的优点很多 比如 结实 耐用 防盗系数高等等 但如果我给自己加装房子 我坚决不选老式的金刚网纱窗 因为装过和用过的人 就没几个不后悔的 主要是它自身的缺陷 也太过明显 比如以下这几方面 确实很难让人能接受 弊端一 防不住蚊虫 很多人吐槽 家里明明装了纱窗 但一到夏天 还到处是小飞虫 究其原因才发现 是因为金刚网网孔太大 导致防不住小型蚊虫 弊端二 挡风又遮光 老式金刚网陷阱太粗 虽然结实 但也导致它密不透风 一部分业主也抱怨 装了金刚网纱窗 家里暗无天日的 弊端三 太难清洁 这种老式金刚网纱窗 鸡灰挂毛绪 情况严重 太难清理了 即便是用专业的毛刷 也很难打理彻底 所以说 除非你家是一楼 为了防盗 防老鼠入侵 否则真心不建议 装金刚网纱窗 反观高透网纱窗 不仅透光 透风 又透气 而且 恐演戏 不钻小飞虫 虽然 不如金刚网硬 但一般抵御 也是没问题的